一位国外的车主驾驶着特斯拉CyberTrak去充电 竟然引来了大量的围观 车主表示 昨天刚从德州奥斯汀超级工厂交付中心提车 花了一年的工资 10万1千985美元 提到了三电机的星球最强皮卡 实在太喜欢了 来到一个特斯拉超充战充电 路过的宝马骑士表示 这太科幻了 他想赶紧把宝马卖了 也来一台 而附近经过的人 没有一个人会选择离开 而是拿出手机拍摄 直呼这太疯狂了 车主让大家尽情的欣赏 并且指导大家如何打开前备箱 以及后抖电动盖板 为大家耐心的讲解这辆车的很多功能 几乎所有的人都表示 看到实车实在太科幻了 只要预算充足 一定要拥有一辆 因为美国对皮卡没有明确的报废年限 一般是超过了20年 根据车辆状况来判断要不要报废 但这辆车的不锈钢合金外壳 即使开20年也不会掉漆 因为它根本没有气壳掉 超级坚固 并且防弹的车身 以及一体式大铸件 让这款车可以非常的实用 并且使用年限非常高 去Costco购物 买多少也能装得下 它可以充当SUV 皮卡 货车 甚至跑车的功能 再过几年 太阳能转化技术成熟后 将后盖板和天窗 装上太阳能板 简直就是地球上最完美的车 太疯狂了 太阳能板和天窗 感谢观看